今天是2024年8月8日星期四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慧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讲一下 今届巴黎奥运给了中国人多少前途光明的信息 入正题之前我很开心告诉大家 我们帮港出声今天8月8日踏入11周年 这段时间帮港出声和香港市民风雨同路 走过香港最动荡的日子 和大家攜手反击反对派的黄黑恶势力 帮港出声最初的成立是为了对抗2014年违法占宗 当时我们就凝聚了市民大众的声音 成就了183万人签名反占宗的奇迹 可以说是当时反对派黄色舆论当道下 开了反映真实民情的线性 之后经历了2016年的旺国暴动 还有随之而来的立法会乱象 我们一直和有媒HKG报 为市民送上正义的声音 去到2019年的黑暴大爆发 社会失控了 帮港出声知道不可以这样下去 所以旗次鲜明站在守护我城的警察一边 推出了解构仇警文宣 天光鸟等等的系列 反击抹黑警队的失实文宣 而当2020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生后 一举震散了黑暴漁业 我们也积极推动修补国家安全的漏洞 推出了假如一组有23条等等的系列 分析国家安全法律的重要性 这11年的经验 我们成就了帮港出声的进步 我们由当初主力做文字报导 推编为积极制作视频 用声画为大家送上最尖銳的分析 以及生动活泼的评论 屈指一算 去年2023年帮港出声HKG报 我自己周天为Vanessa的频道 以及Robert Child周庸频道 加上制作了多达1852条的视频 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成就 今年释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除了祝愿国家继续大步前进 我们也会继续和歪风歪论对抗到底 继续帮港出声 展望下一个十年 我们会继续和香港市民 和所有中国的同胞 一起见证国家的发展 我们进回正题 巴黎奥运还有几天就闭幕了 看回国家队今届奥运 其实一点都不容易 今次的难不止是对手的水平高 更大的麻烦是来自运动场之外 美国为首的恶质舆论力量 疯狂地污蔑中国运动员食禁药 中国运动员最后的奖牌榜 未必会赢 但在被人特别对待厌疗的次数 已经是赢了美国十几条街 人均验尿二十次多 欧美国家稳个人验到十次到难 美国选手平均验了六次 在传统项目本来赢到开项 现在输不起的欧美选手 排着队地质疑中国精英的成绩 潘展乐破了1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 并且带队打破美国 在4成100混合泳接力 40年的垄断 就是一个被针对的好例子 美西方舆论合起来 什么都不想 就是屈你食禁药 前面有中国名将宣扬 被西方传媒 弱检机构持续针对的例子 我绝对相信 潘展乐受到的特别待遇 只会更加离谱 大家要记住一件事 今届奥运是在法国的巴黎举行 大西洋对岸的美国 已经是恶到这样出色了 下一届2028年的奥运 是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 霸权主场反华当道 中国的运动员会遭受到什么的对待呢 美国治安这么差 他们的安全 如何才可以受到足够的保障呢 甚至有网民已经在担心 中国运动员到时出道去 会不会被人投毒呢 投毒的意思 即是派一些很小气的国家 会派一些特工借一些乙 给了一些加了这么弱的东西吃 等中国运动员弱检的时候肥佬 我们就要更加小心 可能国家体育部门的管理层里面 还潜藏着 好像袁浩然袁主任 这种疑似内鬼的反责 斗国家的梁反国家 这种人随时会对运动员造成不利 看见这些忧虑 我绝对不会觉得中国网民想多了 下一届真是奥运 是真正的修罗场 但是我对国家队仍然很有信心 还有看回潘展乐 在刚刚过了的几天 8月4日才只有20岁的他 成为中国突破 美国在游泳项目垄断的旗次 但是在场外 他依然表现得很轻松 金句百出 又例如跳水大魔王 传红蟬 在比赛以外 全程都表现出一个小女儿的样子 一上到去跳台 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款 你记住 他只有17岁 再看一看网球场上 打破了欧美垄断的郑阴文 只有21岁 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今晚会听到有一句 总是会有人说 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 特别是过往 还是一孩政策的年代 我们看到有部分的小孩子 年轻人变得我行我素 但是从这么多国家队成员的 言行表现 对国家的崇敬 让我们看到一帮年轻人的跳脱 对事业的专注 对实力的自信 今次巴黎奥运 00后已经是接班成为国家队的主力 平均年龄只有25岁 超过一半是首次参加奥运的 但是绝对已经可以担起大旗了 另一方面 中国制造在巴黎奥运的每一个角落 留下的足跡 世界评价为中国制造闪耀巴黎 真是威到尽 年轻的一辈的科技人才同样是功不可满 我认为这个才是最值得中国人开心的地方 有很多分析就提到 中国出生人口下降 人口红利逐渐减少 但是由这些地方 我们看得到中国人才不用像他们那样悲观 我们人口依然是多的 而且还很好的质素 而更重要的是 00后出生在新中国成立至今最强盛的年代 他们感受着国家的光荣成长 他们在奥运的表现也没有令人失望 拿金牌之余 不止保得着前辈的强势领域 更加功成略地 在其他欧美的传统强项上大突破 网球男子100米自由泳 男子4乘100米接力混合泳等等 还有最新鲜滚热辣的韩律泳团体赛 历史性奪金 通通都赢尽大家的掌声 所以由奥运看见我们的下一代 我对他们有信心 对国家的未来就更加有信心了 中国国家队一定要继续努力 今集的今日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